3月10日,殖名女歌手兼演员蔡卓妍, 秦相影后惠音红,江浩文,吴振宇,黄德斌, 胡定心及一众资深导演,包括刘伟强, 尔东升,玄华等人,在尖沙嘴出席香港电影导演会 30周年晚宴,即年度颁奖典礼, 第38届香港秦相奖颁奖典礼将于下月举行。 蔡卓妍凭电影《非凡淑女》一卷,再度冲击影后, 温道提名当中,认为最具竞争的是哪一位选手? 阿萨表示,现在只看完《无双》,其余的都没看过, 但对张静初在《无双》中分饰三角的戏就赞不绝口。 我到目前为止只看过《无双》,张静初的, 对,都觉得很厉害,一人分析三个角色, 然后其他的我还没有看, 但我肯定会在颁奖典礼之前把它们看完。 同场的黄德斌则凭电影《逆流大叔》入围最佳男配角, 他直言,能入围一个满足, 但对于获奖就没抱多大信心, 提及近日拍电影时失手打伤周润发, 他就讲述了当时事发的原委, 并为此深感内疚。 是呀,真是不好意思,法哥, 我真是因为那天是一个真是意外的, 其实剧情是不需要拨打他的, 是吓他而已, 但谁知道那个瓶就掉了出来, 就是分体,就是盖和瓶是分体了, 所以那个瓶是有点重量, 是一个噴发胶瓶, 就变成了拨打了他的头, 但法哥当然很厉害, 我见到没人挨剪, 他自己又不剪的时候, 大家一起做做做做做, 做到原为止, 我才知道原来法哥在流血, 所以真是, 是真是不好意思, 好,再一次中间的福啊, 谢谢大家,各位,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非赛娱乐,时时报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